一连四级的念群谈教育系列专访 那过去三天 新上任的副教育部长张念群 跟我们谈到了他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 他个人作为一名独钟毕业生 更对华裔先贤们 在华教上的付出和努力是充满感激的 那无可否认 国内华小是办得有声有色 但与此同时 华小多年来也存在很多病病 那虽然说国家提供免费六年的小学教育 所有政课实际上的课程都是免费的 但家长们的荷包并没有比较轻松 一些华小向家长征收不少的额外费用 包括电脑班 维修费 保安费 学校水电费 补习费等等的 甚至还有一些华小会强制性的 向家长收取爱笑现金 而一些华小也涉嫌贪污滥权 那这些问题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而是教育部数十年来的放纵和无视所造成的 那如今509之后 新政府新气象 张念群会怎么样处理这个 背后牵涉庞大利益的几首课题呢 其实我们当然就希望说 我们今天所能够带来的改变 它并不只是因为人而带来的改变 我们常说教育是立国之本 然而相较于软体上的教学理念 越来越多的华小 却开始趋向硬体设备的竞争 齐全的特别课室 全校冷气课室等等 设备都要最好最先进的 教育已经不再以半校特色为导向 而是拼命搞硬体 难道说硬体设备进步的学校 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就一定比较好吗 我觉得这些工具是能够辅助我们 我不否认这一点 可是我不觉得它就一定是属于 或者说没有这些器材的辅助 我们就一定会说学术成绩学习的这个表现 就一定会输给其他学校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那个是锦上添花 只不过很多华小在提升硬体设备的同时 却也把费用转嫁到家长的身上 强制向家长收取各种费用 爱销现金等等 让原本的免费教育似乎已经变了质 其实这些收费对教育部的角度来讲 这些收费都不能够是强制的 董家学如果要不许学校提升任何的基础设备 我觉得这种美意我们是 这是非常的赞许的 是我们非常的感谢的 可是要非常小心去处理这个费用的问题 最好的话就是董家学自己 必须有能力去全权负责 我知道有些学校是这样做的 所以那边的学校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又要为学校采购projector 他们就会自己负责完这笔费用 虽然教育部规定 学校无权向家长强制收费 但却可以改为乐捐方式 而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 家长会担心 如果全班同学都捐了 唯独自己的小孩没有捐 那会不会在班上遭到排挤 老师会不会为难孩子呢 没有人能够确保说 今天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 他如果不还这个负担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被老师在课堂上吸入还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要非常小心地处理 我也希望说所有的校长老师们 要非常明确地知道 说你可以要求乐捐 可是有同学或者是有家长 如果是拒绝的话 千万不要让这个小孩子觉得 他被看不起了 他被边缘化了 这个是我们 或者说会面对学校霸凌的这些问题 这个是非常肯定的 我们不能够去鼓喜 有人抨击说滑小是商机出处 结果也让滑小家长 沦为校方的ATM提款机 这背后牵涉的是庞大的利益输送 是学校和商家 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链 而这几十年来 争议不断的滑小老问题 是否能够在张建群 接手教育部之后 出现不一样的局面 才不让商机伤了滑小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关于对校长的一些投诉 就是关于到一些课本的问题 就是作业部的问题也好 电脑班的问题也好 补习班的问题也好 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未来的话 我们绝对不会去鼓喜这些东西 如果是收到举报 收到投报 如果有确确实实的一些证据 我们都会很开放地去交代 给反弹五言会去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